现在到场出家中直死任务很重 常常要与大众接触 总离不开人果是非 但自己刚刚出家 道行又不坚固 影响心地亲近 请问怎样才能做到 利益众生又能利益自己 你这个问题实在讲 你听今太少 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几乎我们天天讲 常常讲 如果你是常常听经 这个问题你都没有了 你就知道了 现在在这个时代 众生佛波 我们自己就佛很波 你想我一生 刚刚出家的时候 住过三年道场 以后就没有法子了 没有福报了 都在外面流浪啊 哪里有道场给你修行啊 道场里面 要靠金灿福祀法会来维持 没有人供养啊 注意要知道 古时候道场 这个经济生活不靠别人 道场有田 有山 这些山根田呢 都会租给农夫 跟他们就耕种 农夫呢 这个收成 大概是分一部分给道场 就像这个租嘛 收租 所以他有固定的收入 他不靠信徒 所以他就没有金灿法师 他也没有法会 真正是在用功办学啊 那现在没有了 现在土地 这个山林都是水国家的 庙都很小 没有收入啊 那怎么办呢 靠金灿福祀 没有金灿福祀 寺院经济来源就断掉了 所以 这个应酬多了的时候 当然障碍修行 这是肯定的 这是时代 这个时代的这个 行程 不能怪哪一个人 我们只是 只可以说 我们身在这个时代 遇到这些困难 那怎么样修行呢 那修行确实 要学善才 同族五十三才 在复杂社会里面 叫烈死烈心 对我们常讲啊 瞬间 善于 你在这个地方烈 不起贪心 没有贪念 没有贪爱 逆境 物云 云是人事环境 进阶是物质环境 都不好 你在这个里面学什么呢 学不生成晦 你真啃蛇 处处是道场啊 所以释迦牟尼佛 当年在世 美景寺庙 他率领的这些弟子们 人数也不少 我们在经典上看到 一千二百五十五人 这么样一个团体 树下一宿 日中一时 他们过脱坡的生活 没有房子住 过过都能成就啊 所以能不能成就 与环境也没关系 实在讲没什么大关系 你真正懂得 真正知道 怎样修法 学习 效法释迦牟尼佛 跟释迦牟尼佛 这个行义上去学 没有不成功的 所以我们没有寺庙 没有寺庙 不是没有同参伴侣 同参伴侣很多啊 我们每一天几乎都在一起 都在一起研究讨论 我们的境界 真的 这不是假的 年年都提升了 所以发喜充满了 如果有道场 那当然更好 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可是我们不求 求 这个心就会产生障碍 所以佛族都教我们 一切随缘而不叛缘 别人供养道场 我们不会拒绝 没有人供养 我们欢欢喜喜 不把这个事情啊 放在心上 这个样子才能利益自己 又能利益别人 嗯 嗯